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其后涨了133点 现在转为正价差来到了6点 好 这行情怎么关系跟分析 我们请到专家了 剧场投顾的苏联芬师 文老师好 好 悬疑午安 大家午安 好 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说是庆祝行情吗 不是有人说的 其实在结果还没出来之前 涨这么多这么开心 好像也没有用 不过我觉得 我是文老师的粉丝 或是上当主就知道 老师来说今天涨这么多 有没有赚到钱 比较重要的还是重点 对 没有错 我跟各位讲 今天大家会想说 这个大涨对不对 大涨 需要回答选 大家在想这件事情 对 感觉在想这件事情 可是我这样子跟各位讲 我觉得 还是不脱离一个 整理的格局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你去想一件事情 如果说 假设有个万一 那怎么办 很多投资人这两天就 你会看到那个量说 就是大家不敢去押 对 不敢押的问题就在于说 因为今天的美国盗雄盘 是那个盘前的大涨 对 所以让今天的雅谷大涨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盘 来我觉得 我觉得给大家来看一下 因为今天涨一天 不要太兴奋 而且其实就是在美国当下的 很多朋友 或是每个朋友传出来说 其实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非常多人认为川普当选几率 是很高的 对 没有错 所以就是有人说今天 涨自己开心的 对 我们的话都已经出来了 对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觉得说 华尔街会比较喜欢西亚蕾当选 对 有点震伤 可是实质上我得到的讯息 你跟我感觉一样 对 也一样 我实质上得到的讯息是 其实华尔街的人 比较不喜欢西亚蕾 比较支持川普 为什么呢 其实因为看一下 因为这段时间 如果你去看美国的生计股 当然最近台湾生计股跌很凶 你看美国生计股 跌很多 为什么西亚蕾打药 当然川普也有打 可是没有那么明显 对 西亚蕾比较明显 所以很多人就说 那个生计公司是用股票换钞票 但很多人讲不是我讲 不代表本台言论 用股票换钞票 所以让很多的华尔街 在操作的金主 西亚蕾当选他的生计股就挂了 所以他就没有那么喜欢 所以其实另外一派说法是说 其实华尔街比较希望川普当选 那这样子会 不一样的风险 对 会让市场上面比较担心 好 那讲这么多各位 我还是回到那句话 就是整理 就是整理 好 那怎么整理 可是好 重点来 刚才选音说整理 整理今天要不要赚 对 还是要赚 对不对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手板的部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可能稍微 稍微挡一下这个地方 好 OK 好 我们看一下 今天的行情 11月7号礼拜一 11月7号礼拜一 今天的高点在9200点的一个部分 好 那今天的高点来到9200点 200点的一个情况之下 那我拿下字卡 那麻烦take一下选一 我把它挡一下 来 我拿一下字卡 我拿一下字卡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刚才华老师提到的就是说 虽然说现在市场认为 今天感觉涨很多 好像现在蕊英当选 可是其实刚刚的声音是说 川普也有可能当选了 那我们代表是说呢 现在其实美国总统股市的这个 到底谁会选 还是会影响这个一半全球的 这个氛围跟状况 那今天呢是涨了很开心 所以说台股说涨了白点 可是其实想一想 也是回到当时 要回到原点 起跌的原点 对对对对 你想讲回来还是这样 对还是回到原点 所以这个手板回来了 来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一个航行 高点在9200 那在上周五的这个收盘 是收9061附近 那今天的指数翻转价在9092 好 那重点来了 这边你如何去赚 今天这个地方要不要做多 对那当然说 老师我试图看 当然是要做多啊 对不对 可是呢 你如何在盘中的第一时间 知道这件事情 今天开盘你就应该要做多 很多投资朋友都会想说 我怎么会敢 你怎么会敢做多呢 来 今天投资朋友 你一定要想一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 这件事情可能是很多人的心声 什么事情呢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每天等反弹 对不对 等嘛对不对 等三天了 对 每天等反弹 真的弹了 今天弹了 真的弹了 但是呢 您有没有赚到呢 每天等反弹 真的弹了 但是您有赚到吗 今天是很多所有投资朋友 心中的痛 对不对 好不容易弹了 结果你的多单 可能上礼拜我们绝望了 对不对 把他杀光光 或者是你今天看到开高 反而你不敢做多 对不对 因为连跌三天 所以各位你就会担心 你就会忧虑 你就忧虑 所以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来 所以我今天要 破除大家的心谋 对不对 来我们再看一次 今天行情长是这样子 你要如何去避开 一些什么不该犯的错误 来你看一下 今天如果你有透过指标 来做操作 开盘的时候是不是告诉你 多哪里 9131 这里呢 昨天的 礼拜五的说完之前 多哪里 9062 所以你看多9062 多9131 今天开盘 你就应该要做多 各位没有错吧 可是你会被你的心魔所影响 我想 投资人应该感同身受 选应该也会有感觉 对就是 你看到连跌三天 今天感觉应该要涨 可是你又不敢买 对 你今天很多投资朋友 股票不敢出手 就看好像可以买 又不敢出手 所以你现在需要是什么 一个人在后面推你 或一个工具在后面告诉你 你今天就做多就对 所以我今天跟各位讲 从整体大方向的格局来看 我今天先讲 因为今天有小涨上去 现在短线的资深 看9135点 我先讲 今天短线在91上 可是整体 谢谢我们标上 震荡格局 整理格局 还是没有变 现在变成说短线 因为我上个礼拜有说短压 短压9120今天有过 所以你看短线变多少 9135点 可是现在这个盘 并没有因为今天的涨就翻多 请各位注意我讲话 没有因为今天的涨就翻多 你一定要注意我讲 可是今天的价上要不要赚 还是要赚了 所以当充归当充 盘式归盘式 这完全是两码之士 好不好 所以你看一下来 今天的盘 你在这个地方做多9131 一路拉上去 到这里9188 没有错吧 9131到9188 这样子也有57点的空间 如果说你这边你有敢做什么 这个刘昌的一个拼单的话 9062到多少 9188 126点 今天多在哪里 分析在这里翻多 多在这边由蓝翻红 到哪里翻空 到这里 高档的部分 由红色翻成这个蓝色的部分 所以今天低点在这里 高点在这里 好 所以各位你看一下 今天的行情该怎么做操作 我觉得还是把这个 盘式的观点跟各位讲得很清楚 你要怎么去掌握 每天行情的关键 来我们看这里 所以我还常常跟我讲 我们要掌握是一个关键的获利点 那关键的获利点 有哪一些呢 来我常常跟各位讲 你如果看到一个红色向上箭头 就是一个波段翻多的讯号 这个叫做波段翻多 那如果反过来 这个叫做什么 波段做空的讯号 这个叫做波段做空的讯号 也就是说 你看到这个讯号是什么 翻多的 波段做多 这个讯号是一个什么 波段做空的一个讯号 所以你看到说 当你今天找盘开盘的时候 看到这个讯号 来再看一次 你看到这个讯号 你是不是知道 是不是出现了一个波段翻多的讯号 而且底下的分析也翻多 来我给各位看一下 什么叫做分析也翻多 再看一次 这里 有没有 油栏翻成红 油栏翻成红 这个叫做分析也翻多 油栏翻红 分析也翻多 所以你看一下 这边 有没有出现 对是不是出现了 油栏翻红 出现分析也翻多的一个情况 所以你看一下 是不是如此 所以为什么今天找盘会涨 你看一下分析翻多 油栏翻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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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一下 这样子的行情是不是 非常的清楚 这样的行情是不是非常清楚 所以你看 今天找盘指标翻多 分析翻多 所以两边呢 偷出现了翻多的讯号 今天往上涨 涨了57点的空间 所以你看一下 再加上个礼拜 我留下来的讯号是什么 各位再看一次 你看人会觉得说 早知道应该做多 各位没有早知道 你最晚今天也要知道要做多吗 那明天呢 明天要做多吗 不一定喔 对 明天那个变数很大 不要乱来 好不好 所以我跟各位讲 如果你看到这个讯号 叫做低档乖 也就是说 你看到这个讯号 你看一下 这是上礼拜五 9062 这个地方是不是出现了一个什么 多讯吗 这里多 然后呢 到今天开盘出现 波段翻多的讯号 也就是说两个同时都翻多 翻多 9062 这里913 两个同时翻多 一路拉上去 对不对 今天你在这里 9188 你再考量做出场的动作 为什么呢 因为到这里分析才翻空 各位再看一次 高档的地方是不是在这里 油红翻蓝 油红翻蓝 是不是在哪里 在这里 是不是今天高点 没有错 是今天高点 好 这个是我们今天工具的一个什么 图解 工具的一个解释 其实我讲得很清楚 你每天 各位投票 今天很辛苦 每天要等反弹 对 我每天要等反弹 终于弹了 结果今天没弹 你可能还逆势放空 你想说连跌三天 我今天好不容易有机会弹 弹上来要跟你空 对不对 你今天空下去 就是被断手 对不对 你今天空下去就知道了 所以我们今天怎么跟各位来聊 今天很重要的一个重点 来你看一下 所以你比较一下 左边是我们工具 画面右边是一般的K线 各位你看一下是不是不一样 当你出现这里翻多的讯号 9131 这里也多 9062两边都是出现什么 买进讯号买进讯号 一路拉抬上去 可是如果你看一般的K线 你完全没有办法 清楚知道 你完全没有办法得失 这里你要进还是要出 找盘这里要做多不是要放空 那你看这里有没有告诉你做多 有啊再看一次 这里有没有告诉你做多 有啊 哪边要出场 这里告诉你出场 好那一样我们的教学会不会教你呢 这个是重要的 来我们今天怎么做 今天我们在这里买 9128跟9131 101点 101点 9128跟9135买了两次 出在哪里 9199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数字 好像跟最高点很像 老师真的 你真的有出在那里吗 对你一定会怀疑 我想学一应该 心里会觉得 真的这样 对你心里会觉得怀疑 对我们来看一下 我讲的每一句话 都会负责任 我讲的每一句话都有证据 所以来看一下 今天我有没有出在这里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最高点在哪里 在这里哦 9200哦 好我们来看哦 好这边是9199对不对 好我们今天怎么动作呢 今天先跟各位讲指数分成这样嘛 9092 这个我每天开版都会固定讲 好9092之后呢 来 今天的教学我也跟各位讲 出现多讯跟分析翻多 行情偏多 资深先看9108 今天第一点在哪里 9115 好我们继续看 我就跟你说翻多吧 早盘8点47分跟你说翻多 来 接下来呢 9128试驾进场 多单哦 8点49分 9128试驾买进 接下来呢 9132一样 试驾买进 对不对 试驾买进 你看哦 第一笔是这里哦 9128 好我们继续看 继续来看下去 各位你看一下 好 证据来 好我们所有的客户跟会员 来你把你的手机拿出来对 我没有发生的讯息 这重点哦 我说什么 12点33分 9128的多单在哪里 91994架平仓 今天高点在哪里 9200点各位 你会觉得说这不可思议 对不对 那有call零对不对 各位今天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 对不对今天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 而且这是非常明确的指令跟讯息 来再看一次 71点对不对 91994架平仓 你绝对平得到 你绝对平得到 12点33分 今天最高点 各位再看一次 在这里 在9200 在这里 好那后面我们怎么讲 今天多单合计嘛 101点 恭喜大家 抓到机会就是要打算 对不对 抓到机会就是要打算 好所以再看一下 来 所以我们今天跟各位讲 软体教学一样 继续讲 行情一如 老师的预期大涨 目前逼近9200点了 早上有买多单的 我们的这个客户跟投资票 可以在这边先做获利了解 一样嘛 12点36分 12点36分 那也就是代表说 今天在9200点的时候 我们告诉所有 不管是这个 这个超速的一个会员 或者是我们软体的一个会员 我都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在12点半附近 把你的多单通通除掉 今天最高点就在那里 你就说老师啊 哇 真正有厉害 真的有厉害 所以我来跟各位讲 如果你有工具化 来你看哦 如果你有工具化 您会赚不到吗 这个是您该赚的钱 我写一个yes 如果你有工具 您会赚不到吗 这个是您该赚的钱 真的有时候 各位你不要想太多 有时候你就会想说 前几天这样跌 对不对 你会觉得说 这个行情应该不会涨了 很多人就会恐吓你啊 应该不会涨了 可是我常常跟各位讲 你不要去太过预设理上 对 今天涨 我不会因为今天涨 就跟你说 来我们大翻多 又要看多少 没有啊 我等一下第二段会跟各位讲 我为什么这样看 第一段我先把当中 跟各位交代非常的清楚 好 所以再看一下 那我常常跟各位讲 你要知道一个东西 一个方向 一个工具 要怎么去做操作呢 好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讲 越是关键时刻啊 您越需要工具指引方向啊 万一明天波动很大怎么办 万一后天波动很大怎么办 你有办法去应付吗 各位你仔细想想好这件事情 万一明天波动很大 盘中波动很大怎么办 万一后天盘中波动很大 怎么办 各位你有办法去应付 这样的盘式变化吗 我相信可能不行 如果不行 如果不行的话 我觉得你需要 他工序的帮助 就像今天的行情一样 大家都不相信会涨 今天开盘我就知道要做多啊 为什么 你说老师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内线 没有啊 我就照着我们的指标 跟我的操作心法去做操作 我只知道今天要做多而已 对不对 前几天要放空啊 我等一下给各位看 前几天我都在放空啊 礼拜五礼拜四礼拜三 我都在放空啊 今天我都在做多啊 我说老师你变色龙 变来变去 我常常跟各位讲啊 你操作习惑就是要这样啊 你使一个方向 使多头使空龙 你绝对被电了 被扒得很惨 你绝对不能这样啊 就是哪一天该多 哪一天该空 哪一天该看转折 这个才是重点 这个才是重点 好 所以我才跟各位来讲说 来我们再把今天的盘 再复习一次 等一下我们来聊一下 这个上礼拜的一个行情 我们来复习一下 所以我们今天的盘再看一次 今天高点在9200 指数翻了价在9092 对不对在9092 昨天礼拜有的低点在9061号 那你看 透过指标画面是不是很清楚 一样嘛 9131买多 9062一样买多 是不是这里 所以你如果说不太确定 当你看到波段翻多讯号 来各位再看一次 有时候你会不太确定 对不对 说老师是真的可以买吗 你知道做double check 什么叫double check 来 第一次你看到什么样的讯号 来我再给各位 再给各位看一次 你如果看到说 有出现了一个什么 翻多的一个 红色墙上线头 各位你看 这个波段多讯 早上说出现 波段多讯 那你有时候你还是不太敢买 这个开高 不太敢买 对不对 来你再看一下 下面分析是一样翻多 同步翻多对不对 来有没有 由蓝色翻成红色 空方叫蓝色彩带 多方叫红色彩带 所以代表什么 由空翻多来 下面一样由空翻多 所以你就会敢买 你就会敢做多 你当充射也就要做多 是不是像这样 身边是不是拉上去 一样57点到60点 左右的加 什么时候再出9188这里 为什么因为分析翻空 我们今天来出更高 那就918差不多了 大概50到60点左右的一个空间 50点到60点左右的空间 所以你看一下 行情的操作 怎么去做规划 怎么去做短折的一个研判 这个都非常重要 所以我才跟各位讲 来你继续看 这是今天行情 如果你用一般K线 我保证各位你看不出来 我保证你看不出来 这里要做多 所以我才常常跟各位讲 今天拉上去 有代表你明天要继续做多吗 是吗 各位各位你仔细想一下这件事情 今天拉上去 难道你今天就要做多吗 不见得 所以你再看 来我们再往前看 所以今天的行情 9128跟9132 101点的空间 9128跟9132 101点的空间 今天出9199 今天最高点在9000 所以你看 这个就是今天行情的操作 所以我们每天 我都会把教学讲得非常清楚 那行情的操作 我都会规划得非常非常清楚 好那既然如此我们再 往前来看一下 各位 这个是今天行情 对不对 我们往前推一下 来 这是昨天 这个上礼拜五的 11月4号 礼拜五 这是反弹 下沙 反弹 下沙 对不对 来我们再看 这个是礼拜五的 来我再往前推 因为我希望让各位你看的 看的这个 满清楚 这个是礼拜五的 来 这个是礼拜四 一路下跌对不对 一路下跌所以你看到礼拜四下跌 礼拜五下跌 然后呢还有还有一天 来我再给各位看 来我把我把它这个 把它翻出来给各位来看一下 因为你又看礼拜三对 礼拜三又下跌 所以你看礼拜三下跌 礼拜四下跌 礼拜五下跌 所以你今天一看到开高 你就想空 各位没有错 我老师讲到 你讲到我的心坎里面了 所以才跟各位讲 你就运用我们的方法 就好好做操作 不是每天说你看到开高就空 看到开低就买 不是啦 因为上礼拜很多人在做多 很多人在做多 做到上礼拜手软 那这礼拜改放空 这礼拜放空就被嘎 对不对不是这样说 所以我跟各位讲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礼拜我的行情 你在这里空 9081 这里多9063 这边拉上去对不对 18点 从这里刹下来 21点 这边反弹 又是11点的空间 来这里呢 一样是不是 多 这里呢 你看指标非常清楚 可是呢你用一般的方法是抓不到转折点 你知道这里是低点吗 不知道啊 你知道这里是高点吗 各位也不知道 因为你看什么 这一礼是我们工具的多空线嘛 完全是压住 所以礼拜五是一个空方控盘 再往下跌 好我们再往前看 这个是 礼拜四 是不是又空方控盘 为什么 多空线都在空方嘛 这个非常的清楚 而且尾盘又杀了一次 拉上去又杀下来 所以你看 空多空都非常清楚 那我们那一天呢 一样插下去也是 短线的获利 31点的架插 一样做一个掌握的动作 那我们这边怎么教大家 9155试驾 做一个放空的动作 那一样嘛 这边试驾做获利会 不31点 那教学呢 我都讲很清楚啊 指数开低之后 小幅拉高 目前接近多空线的压力 礼拜四早上的 9点09分 我说 他靠近多空线的压力在哪里 就这里啊 很多人在这里去追啊 我说这里不要追 再看一下 还是我说什么 还是空方控盘 有没有 所以你不会在这里 去追多单 这里应该要放空 所以你有我的教学 你会知道更清楚 来我们再往前看 这礼拜三一路下跌 对一路下跌 我们一样跟 教大家分析翻空 有没有分析翻空 有喔 翻空在这里 925翻空 杀下去 来我们继续看 翻空对不对 9203 试驾放空 所以你看 我上个礼拜四都要放空 对啊 9190放空 所以你看 93点 对我们在这里空 在这里空 杀下去多少 一样做一个什么 回补的动作 9150点 做一个回补的动作 所以你会觉得 上礼拜要空啊 这礼拜要做多 今天要做多啊 今天要做多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要注意我听 我跟各位讲的话 今天拉高 你要如何掌握第一时间的买点 好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讲 越是关键时刻 您越需要 工具的方向来指引 那你不要想说 每天很难操作 我给各位的观念 要重拾大家的信心 你要重新把你的信心找回来 好不好 所以来 我跟大家讲 你要如何积小胜为大副 这是重点 如何积小胜为大副 做完老师 这个小胜 这个看不上眼 是吗 今天一百点 你看不上眼吗 我相信很多人喜欢 对 你看不上眼 今天当中就一百点 对 其实我觉得也不见得是小胜 有时候可以大胜 你知道吗 也是可以掌握到什么 百点的架杀跟空间 好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讲说 有时候行情我们不论多空 多空对我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讲 市场只有一个方向 不是多头 也不是空头 而是做对的方向 市场是一个方向 不是多头 也不是空头 而是做对的方向 那接下来的行情 各位 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操作的 我常常跟各位讲说 越是关键时刻 来 越是关键时刻 您越需要工具 去指引各位的方向 如果对于明天行情 真的明后天 总统大选 大家非常非常关心 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操作 你需要有一套明确的工具 来做个指引 如果我不知道怎么操作 温老师会尽我的权力 协助各位 欢迎大家来练作洽询 好我们先休息片刻 想掌握更多投资讯息 广告最后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订阅 则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订阅 我咬到二五後 以前的方便咬已經不服氣了 只有靈魂 能跳舞嗎 姐 你的金箱棋咧 有沒有可能 你媽媽拿著我家的金箱棋 失蹤了 我能攻能守 掌握股市最佳出手點 虛勢精英實現台富夢想 02 2506 6808 02 2506 6808 詭譎多變 我深思透徹 波動劇烈 我能攻能守 掌握股市最佳出手點 虛勢精英實現台富夢想 02 2506 6808 02 2506 6808 一眼看見 夜拍細節 在黑都亮眼 手機界的單眼 超順眼 Samsung Galaxy S7H 新色限定 耀眼登場 詭譎多變 我深思透徹 波動劇烈 我能攻能守 掌握股市最佳出手點 虛勢精英實現台富夢想 02 2506 6808 02 2506 6808 02 2506 6808 詭譎多變 我深思透徹 波動劇烈 我能攻能守 掌握股市最佳出手點 虛勢精英實現台富夢想 02 2506 6808 02 2506 6808 02 2506 6808 大家好 歡迎來到台北股市期限 或同步大獎超過白點的 虎翔請熱看待 再把誰叫給我老師 好 我再跟各位聊的是 現在的支撐的點位 因為今天收盤收9196 我在講的時候 今天收盤收9196 所以短線的支撐 各位先去看9135點 9135 先看一個短線的支撐 那你會想說 那為什麼一直是一個整理的格局 因為今天拉上去 其實從整體的日線架構 它並沒有因為這樣反躲 我在講一次 所以不要因為漲一天 你今天就很happy 不要因為漲一天又要上萬點 每次都這樣 漲一天你就上萬點 然後又殺下來 殺下來 你又很悲觀 很悲觀亂殺他又彈上去 你看是不是就這樣 所以你會不斷的循環 所以現在又轉成一個什麼 整理的格局 我跟各位講得非常的清楚 好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再看一下 因為其實 你不要管說行情怎麼走 重要的是你要怎麼應付 行情這樣 你要先想好一套劇本 行情如果往下你要怎麼做 行情如果往上你要怎麼做 行情如果轉折呢 殺來殺去 各位你要怎麼做 我覺得這個才是 您最需要的功課 好不好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 來 你看一下 比如說像這一天行情一樣 殺下去又彈上來 那你要怎麼辦呢 這裡放空這裡做多這裡 一樣嘛 這裡放空 所以你看空多空有沒有 從9263殺下去到9203 這裡60點 從9203拉上去97點空間 這樣又150點 那你看下面是不是翻多 這裡是不是翻空 這樣子是不是非常清楚 來 我們再往前看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空多空多 你看這樣幾趟 一趟 兩趟 三趟 四趟 你看這樣子其實 你說掌握白點這樣他其實難不難 其實你只要有方法 你只要願意做 其實我覺得都不難 來 再看一下 這個是19號 一樣嘛 一拉上去就58點 一樣嘛 就一趟就好 這裡翻多 兩根都翻多100點 58點 這裡呢 身邊殺下來一樣嘛 117點 這邊彈上去呢 106點 所以只要你願意 白點加殺 我相信都沒有太大的問題 來 我們再去往前看 一樣嘛 是不是 殺下去彈上來 殺下去彈上來 你看照著指標做操作 搭配我們下方的分析 你同步的時候呢 跟著進場做操作 我想操作起來呢 並沒有太大的複雜跟困難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講 你每天等反彈對不對 真的彈了 但是您有賺到嗎 如果各位沒有賺到 如果想要賽 明天掌握獲利 歡迎各位來店做下去 觀看大家感謝收看 我們明天掌握獲利 拜拜